作者 吴国民牧师乱 三次物 李宝林牧师重点标题进化整理 一 恩高怎么走的 二 恩高怎么不限的 三 恩高怎么分的 四 恩高有多少重类 五 盛进犯罪的天条 吴国民牧师的书籍以及 加上李宝林牧师的披码蒙徽四卷书 约拿书 以丝铁记 但以礼书 约二书 这样就赢了 三w.roepntsckcroth.org 第六章 如何恢复失去的恩高 被掳掠可以救回来 失去的恩高可以再恢复 失去恩高或恩高停止运作的现象 很普遍发生 通常自己不知道 别人却很清楚 就如同有口臭 自己没察觉 但你身旁的人都知道 都很难受 要借着进食祷告宝石 自己在谦卑受教中 才能维持与圣灵亲密的关系 借着倚靠圣灵致死肉体情欲 就能经常保守自己在恩高中 在那里跌倒 就在那里真实悔改 就可以恢复所失去的恩高 恩高失去的原因 失去了恩高是一件很可惜 很遗憾又很难避免的事 在以下所讨论如何恢复恩高中 我列举十个重点 每一点都谈到失去恩高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若不会持续体贴 圣灵 跟随圣灵 活在肉体中 又在肉体的层次运行恩高的话 失去恩高是迟早的事 因为恩高的流失与恩高的出现 都是需要时间 很少瞬间出现或瞬间消失 所以当事者或外面的人很难马上察觉 经常因为失去恩高却没有失去恩次 以恩次取代恩高的运作工作仍然有果效 圣灵仍然与你同在 使自己跟外人很难分辨恩高的流失 要分辨是否失去恩高必须有恩高出现的五种现象加以分辨 一旦服事的门开始关闭 服事的果效减弱 健康出现危机 财务出现困难 人全开始离开 批评怪罪代替悔改认罪等现象时 就代表恩高开始离开了 简单的说恩高失去是因为血气作为取代圣灵的工作 人亦取代神的旨意 这种人就无法带出神真实的荣耀来 恩高离开荣耀就离开 恢复恩高的十大原则 不同水平的恩高就必须面对不同仇敌的试探 得胜什么样的仇敌就能恢复得到什么样的恩高 新的恩高就要面对新的仇敌 恩高越大抽敌也越强悍 如基督所面对的撒旦本身 所以我简要整理如何恢复所持去的恩高 并不代表你需要下列每一点 但可从其中找到你所需要的 因为每人要恢复的恩高都不一样的水平 但恢复恩高的大原则大方向应该都是相同的 一借着悔改在什么地方失去恩高 就会在什么地方恢复 因为神的恩释和招选招是没有后悔 罗十一章二十九节 神释下恩高是完全完成他的呼召与使命 所以当我们偏离时使用恩高的权柄会失去 恩高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然而失去合法的权柄就难以释放出从神来的能力 使用恩高的权柄来自于与神的立约和神的命定 因此想要想要回想神当初赐下恩高的使命 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是什么要找回来 并站稳在这呼召使命与神所立的约上 因为没有使命就不会有恩高 为什么撒旦敢于天使长米加勒 争辩摩西的尸体 参有九章 因为摩西曾经一次没有按照神的话作 他因生气第二次击打磐石 而不是分布磐石出水 参明二十章一至十三节 在灵界必须遵守神的话 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也不能例外 凡离开本位的天使主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末日的审判 参有六章 离开本位的天使是不执行神命令 他不成全神旨意的天使 参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节 许多基督徒不遵守神的话 给恶者合法的权柄来挟制 除非真实悔改罪得赦免 否则虽奉主耶稣的名捆绑恶者 仍然很难发生果效 在恩高的领域也一样 因为曾经违背神的呼召 离开神的使命 给恶者合法的权柄 将神的恩高能力夺去 参态十三章十九节 真实的悔改是恢复恩高第一步 也是最后最重要的一步 二重新与神立约 任何认识神被神所使用的人 都知道要与神立约 神是守约词词爱的神 神按着你的名认识你 也按着你与他所立的约来认识你 参出三十三章十七节 不论旧约或新约 神都要与人立约 参来八章八至九节 尤其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人 如亚伯拉罕大卫等 神都与他们立约 约 参创十七章九节至十三节 撒上七章八节至十七节 他们也回应神的约 所以立约是双方的行为 要立定心自守住与神所立的约 神也必按照自约恩高 你看顾你使用你 神将自己绑在与人所立的约中 他必要按着所立的约 成全有关你我的呼召 三纯心顺服是 恢复失去恩高的首要 人偏行挤入不肯花代价 遵行神的旨意 而失去恩高 忤逆与惧怕是 为经管教的基督徒 共同的生命现象 有不少基督徒 虽听见神的声音 明白神的旨意 但因被惧怕抓住 使他们无法顺服神的命令 生命还没有经过破碎修剪 就会爱世界爱自己超过爱神 他们一面要爱神 要抓住神 一面又要爱世界 要抓住世界 要认识恩高的路 是一条新的路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不是依靠自己的路 单单依靠圣灵 跟随圣灵 才能亨通的路 否定从肉体 情欲来的心事一念 拒绝自己 善恶分辨 才能专心依靠圣灵 跟随圣灵 被圣灵引导 这些生命的功课 就是顺服的功课 也是信心的功课 当我们生命的基础 没有稳固时 很容易偏行几路 借恩高荣耀自己 满足自己的私欲 成就自己的野性 如同撒旦一样 天使一旦偏离本位 就没有悔改的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是完成品 但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生 给我们机会悔改 因为我们 在见主念之前 除非已经觉悟来世的权能 参来六章四节至六节 或故意犯罪 参来十章二十六节 或有致死于的罪 参约一五章十六节 或亵渎圣灵说话 干犯圣灵 参太十二章三十一节至三十二节 追求圣洁将心转向基督耶稣 离弃一切的恶行 存心顺服神所安排的环境 与圣灵建立亲密的关系 养成凡事求问神 并且造者心的习惯 为恩膏的服饰 打下身后的根基 是行公义号 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恩膏的服饰 是神宝座前的服饰 神宝座的根基 是公平和公义 慈爱和诚实 行在神的面前参施 八十九篇十四节 要让恩膏持续不失去 必定要行公义和公平 换言之 偏离公义和公平正直的生活方式 就是失去恩膏的重要原因 恩膏如同两刃的力道 可以使你无往不利 把你高举起来 超过作能 也可以把你从宝座上拉下来 关键在乎我们的心 是意念口中的话语和行为 见察人心的神 我们心中的每个思想 意念口中的每一句话 以及我们的行为动机 他都仔细查考 尤其对那些领受恩膏者 更是如此 不只是神仔细看 世人看 天使也看 参灵前四章九节 二者更不放过 参佛四章二十七节 博二章一节至五节 只要受膏者 行在神的旨意和公义中 神的大能的手 就不断的保护他拯救他 脱离各样的患难 不要被迷惑 以为有恩膏 有能力 有果效 就是被神所认定 可以随即 意为所欲为 其实恰好相反 神多给谁 就像谁多要 未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在生命还没有扎根的基督徒 渴望追求外表的能力彰显 神却看里面的人是不是属于他 顺服他 爱他 也怜于他 我们在现今的世界学习与神同工 学习造神的方式服侍当今的世代 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 可不可以充分代表神彰显他的权柄能力 使他的名被遵从 使神的国度降临 使神的旨意成就 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 五 借着进食让圣灵致死肉体的 邪情失欲 并使神的话语在心中生根 基督徒一生中最大的敌人 永远是自己的肉体 拦住我们进入与基督的合一 拦住我们想 听 想神 听神 爱神 所以下足够的功夫与圣灵同工来致死肉体的恶行 除去身上的邪情失欲 是恢复恩高不少的过程 不要以为听有恩高的讲道 看有深度的属灵书堪 参加圣灵运动的聚会就可以致死肉体的邪情失欲 无论圣灵如何能浓厚的与你同在 无论你所听得到是何等有恩高能力 无论所看的说是如何感动你 这些外在的信息能力若没有引导你 引领你深入悔改 松软你的心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 尤其在致死肉体的邪情失欲 第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三禁食祷告每 星期二也禁食一年最后一星期禁食七天 这样一年总共八十天 加上一年一次的禁食四十天 等于一年有120天的禁食祷告 操练禁食可以由一个月一次禁食三天开始 或是每一天一餐开始逐渐 然后逐渐增加 这是一生之久的操练 不必着急马上进入四十天的禁食 当然若有圣灵清楚的因灵是例外 人的意志受分别善恶知识的影响是很难改变的 除非借着长期的禁食刻苦己心 意志就容易降服于神的旨意 这是致死肉体必须负上的代价 然后借着默想神的话语 更新我们原有根深蒂固的心事意念 我们怎样思想就带出怎样的行为与话语 一旦神的话语生根在心中 我们的行为和口中的话语也就跟着改变 这是行使恩高很重要的根基 因为恩高的能力是经由口中被高谋的话语 圣灵运行相配合释放出来 人口中话语洁净的程度 与所释放出来的恩高能力息息相关 诺要从神领受纯净的话语 心中就必须不要被世界上的人事物所缠住 单纯的信心加上洁净的心 使我们更容易得到神的智慧知识的言语 从神来的话语在恩高的运行上太重要了 神很难真实使用一位多言多语的人 六除去被圣灵充满的拦阻 已经被圣灵充满又被圣灵高谋的基督徒 必须保持在警醒的状态 且认识我们是处于剧烈的属灵征战中 恶者适者要蒙蔽我们 抢夺神所要赐给我们属天各样的福气 并拦阻我们进入恩高的运作 尤其更高层次的属灵权柄的运作 所以恶者的轨迹通常使用两招 一个是给你甜头 祝福财物的丰盛 使我们进入属世的安逸 不愿受苦 另外事给我们苦头 兴起环境逼迫我们或与我们作对 使我们惧怕 使我们灰心上胆 这两个手段很管用 体贴肉体 不愿走十世家的道路 使圣灵担忧 一再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愿意花时间轻近神 也不愿意走主的道路 偏行挤入又响 被顺领充满 就如阿摩斯第八章十一节至十二节所说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应无病 甘可非应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 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恢复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是恢复恩高的钥匙 失去恩高的最主要原因是 没有被圣灵继续不断的充满 一旦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停止了 恩高的彰显也跟着就停止 因为圣灵是恩高的主体 耶稣说我们怒靠着神的灵感鬼 这就是神的国将领导你们了 太十二章二十八节 虽然我们经常侮逆圣灵的引导 消灭圣灵的感动 没有亲近他 听他爱他 圣灵并没有离开我们 他很有耐心的等待我们回转 被圣灵充满过的人都知道 我与神同在是何等甘甜美好 我们会想念他 可慕他的同在与引导 我们就会要敬拜 要赞美 要读经 要祷告 无非就是要找回圣灵的同在 经常被圣灵充满是与神关系的培养 互信的建立 恩高才能恢复 拦阻圣灵充满的因素固然很多 体贴肉体 随从肉体 依靠肉体 是最主要的原因 7. 得胜肉体 情欲 眼目情欲 及今生骄傲的试探 通常恩高出现的起头 都有很好的得胜的见证 有慢慢对二者的试探失去精心 尤其是对异性金钱和荣耀三方面 所以失去恩高最常见的理由 是没有继续得胜在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试探 如果不然继续持守得胜试探的生活 失去恩高能力 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因为这是神国度属灵的律 恩高与其说是能的运作 倒不如说是属灵权柄的彰显 没有得胜就没有权柄 没有权柄就无法彰显出能力 如果要得胜肉体情欲的试探 就必须过着简单的生活 不要过奢侈享受的生活 借着进食和默想神的话语 使用神的话与抵挡一切 出于肉体情欲的心事意念 忍耐等候肉体或环境的改变 直到这意念及肉体或环境 完全降福于神 你就全然从口脑中得释放得自由 八长时间在灵灵祷告说方言 是进入灵界重要的管道 魔鬼拦住恩高继续有功效的运行 最直接的办法是 让我们停止长时间的在灵灵祷告 所谓长时间指的是 每天至少用灵灵祷告两小时以上 进入圣灵启示里面的服饰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不住的祷告 使我们可以进入启示能力恩高的领域 也能够进入神龙后 同在寄住在基督里的时机 恩高的恢复需要建立隐藏的根基 恩高的运作是属于灵界全品的较量 需要有隐藏的根基 这些隐藏的根基 别人不知道 是你与神之间的默契 不公开出来的秘密 就如同树根埋在地里一样 树根扎得越深 树才有可能长得越高大 同样的道理 恩高能力 若要有越大的彰显 就需要与神之间有更深的隐藏根基 主耶稣提到四种隐藏的根基 第一是施舍行善事的根基 参太六章一节至四节 主耶稣所说的施舍行善 不只是包括财务上跟包括恩赐 恩高方面的服饰 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弃 太十章八节又说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而且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上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录六章三十八节 第二是祷告的根基 参太六章五节至十五节 关心神国的事和神旨 一心与主连结合一 第三是进食的根基 参太六章十六节至十八节 够简单的生活 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也顺服神 第四是荣耀的根基 参约五章四十一节至十四节 不求从人来的荣耀 只求拆我来者的荣耀 这事样根基有两个共同点是 首先是不要行在人面前 故意叫人看见 为要得到人的称赞肯定 当我们得到人称赞时 也就是接受从人来的报答 就不能得到神的赏赐 其次是单单为主做 因主做 因为天父在暗中仔细一查看 我们在这四方面的动机 这四样得恩膏很重要的隐藏根基 是倚靠圣灵杀种 或倚靠肉体杀种 是要得人的称赞或得神的赏赐 神所重视的服事 在恩膏中服事的果效有多大 乃是恩膏的根基有多深 唯有认识神专心 倚靠神的人所得的恩膏才有深厚的隐藏根基 失去恩膏的原因之一就是经常 暴入恩膏隐藏的根基 故意要从人得荣耀的得称赞 使谦卑求神的面 离弃一切的恶行 失去恩膏一定有轨迹可循 或偏激激入 或离开神的呼召 或体贴肉体 或没有胜过 试探或没有与神立约 或暴入恩膏的根基 等 借着寻求神的面 离弃一切的恶行 找回所失去的恩膏 这个世界最大的神是莫过于 不认识照天地望物和人类的神 基督徒最大的亏损在于 学习许多关于神的知识 却不太晓得 谦卑专心地追寻 寻求这位全能全知的照悟者 结语绝对不要低估自己 在神心中应有的身份与地位 魔鬼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凡而你得到的多 神像你要求的也多 因为多给谁得 就要像谁多一样 我们务必要更深地认识 魔鬼的轨迹 以及如何在神的国度中运行恩膏 将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地上 2008年12月20日 约早上3点钟 我听见一句话 神要使用亚洲人 行十五年的神迹 我相信神所要行的神迹 是会使人的真正 认识神教人无可否认 是神自己做成 教人跌破眼镜的神迹 相信亚洲人将要在主 耶稣再来之前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仅恢复神的真理 也要恢复神国度的全能 使人幸福福音的大能 但愿这本书能尽一点心力 使可目的人以这些资料 为根基 踏在我们肩膀上 然后进入更深的领域 继续不断地发现神在圣经中 隐藏的真理与奥秘 在但以理书中 天使说 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必有很多人来往奔跑之事 就必增长 但十二章四节 还有另一段说 这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末时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 竭尽且被熬炼 但恶人能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但十二章九节之时节 神国度的全能要大大的彰显 在全世界将会有灵魂的大收割 尤其是在亚洲 更是惊人的神迹出现 将人一批一批地 引到主耶稣基督管理的国度 若要收割师上的灵魂 传福音要有果效 务必要从主令受恩高 并依靠神的领将 天国的福音 借着神迹其事 敲开人刚硬 封闭不幸的行事 失去恩高德也要找回来 让神的大能的军队 各个有基督的恩高能力 有圣灵生命的果子 又能彰显神荣耀的作为